在香港問題上 北京實際上是顧及國際影響的 從修例遭遇挫折 他請出了駐英大使來放話 進行切割就可以看出 北京是不希望被國際社會認為 他自身其中 而影響了北京的國際形象 而且正當中美貿易在打得正看的時候 另外他也極不願意香港的亂籍國際化 所以這個方案如果通過的話 對香港和北京都會有極大的壓力 那麼現在香港問題和貿易戰 美國是把它交織在一起 那麼最終我覺得就看中美貿易摩擦會走到哪一步 中美接下去的談判是不是有進展 那麼這個決定了特朗普對香港問題的決心 因為美國總統他是有否決權的 對這樣的一個法案 我們也看到在香港問題上 特朗普是搖擺不定 是態度在做不斷的變化 我相信北京是絕不願意 或者也絕不會接受美國這個法案的通過 對香港施加壓力 實際上是對北京施加壓力